何俊仁議員 每個會議程今天有些不同 以及更加有新的環境發展 但是我可以告訴你 所以你聽清楚我講什麼 我都不是把你抓到很遠的人 不過你聽清楚我講 因為講到37A的時候 然又在已 你就完全不看以前的做法 剛才我的同事講了 你的上一屆將與人看得很清楚 知道不是可以亂展報的 所以為什麼要處理葉國謙 想修訂財務委員會的規則呢 法國當要處理的時候 又會同樣面對一個問題 又是很多很多議案來到 如何解決 所以到現在 仍然是不了了之 放在哪裡 好了 你上一場 以前的做法你可以不理的 可以夠膽不理 然後再以 剛才還在講話 說以前怎麼做的什麼傳統 現在你是可以 完全放在一邊 然後跟著整個文秘書處 給意見 現在就說 我有這樣的潛在的權力 來維持 那個會議這樣 這些全部是新的詮釋 當然你可以說 你夠膽告我 這個你可能是最惡 跟著過多兩講 就說 我有權的趕你出去 你可以這樣做 但是這樣是不是解決問題呢 主席其實我剛才 很多同事看你 主持的會議的時候 是很擔心 你有沒有 很清晰 很冷靜 很獨立的 去想清楚一個問題 然後才著出裁決 所以剛才你快要裁決的時候 大家喝停就是這樣的 你聽回剛才的錄音帶 經常都說 這個是秘書處的意見 跟著又說 這個是秘書處的指示 夠膽死說 剛才你這樣說的 秘書處的指示 你當主席聽秘書處的指示 秘書處都不敢指示你 但是你當作指示 你這樣怎樣主持會議 我們同事沒錯 很公道說 你的脾氣是不錯 好過梁君彥很多 真心話說 這件事我們欣賞你的 但問題只是好脾氣不夠的 你要溫下書 看清楚議事規則 還有 如果說到規程問題 永遠是先行的 因為譬如我立即站在心 說不夠人啊現在 你不可以不理啊 不行的嘛 有很多規程問題 你立即要理的嘛 你不可以說 待會才理 是不行的 如果連這件事你不知道 是不可以做事 我可以不可以做這件事 我可以做的 我可以做的 你會搞亂 exemplo 我可以做的 但我可以做的